10月18日是周迅的生日,在这一天,周迅的好友陈坤真的诚意超足,在这一天的零点,就为周迅正式送上了生日祝福,晒出了他和周迅超多的合照,然后附上了一句,小迅,生日快乐,感觉真的超暖心,也可以感受到陈坤和周迅之间的友谊。 网友看到陈坤的生日祝福,都表示陈坤那句小迅,真的很暖心,也很轻易,如今的周迅,在娱乐圈的地位很稳,讲相演技在手,小辈彼此之间对他都是尊敬,而粉丝呢也都喜欢叫周迅迅哥或者迅年浪,相反,估计也就陈坤,在这个时候还是会叫周迅一句小迅,一个十几年如一月的亲密称呼, 同样也在展现着陈坤和周迅深厚的情谊,周迅和陈坤两个人的友谊真的很早,2000年的时候两个人就结识了,那个时候他们都非常年轻,一起合作了一部电视剧,那就是像《悟相语》又下风,这部电视剧算是两个人当时非常重要的作品。 陈坤拍这部作品的时候才刚刚出道,这算是他的第一部代表作,而周迅在此前被评为四小花蛋,这部作品拍出来之后也让他迅速稳住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,所以两个人对这部剧都非常恋真,而最后,电视剧的反响也算不让人失望,像悟相语又下风之后,两个人陆续合作了好几部作品, 比如大家熟知的画皮龙门飞驾等,两个人的合作一直都非常顺畅,而且看两个人待戏你都会觉得非常舒爽,有一种水到渠成的味道,一点违和感都没有,两个人合作独次,关系却一直没有变过,最搞笑的大概就是之前《周迅如意传》要宣传的时候了,那个时候陈坤的剧《天生长歌》也在播出,结果那段时间,陈坤的剧《天生长歌》也在播出, 陈坤没有顾上自己的剧,反而花了非常多心思为周迅的《如意传》做宣传,一时之间让陈坤的粉丝都有点无语凝耶,吐槽说老大你也管管自己的剧吧,怎么先帮着别人的剧做宣传?如今周迅生日,陈坤也在第一时间送上了自己的祝福,看开陈坤晒出来的照片,真的感觉两个人的友谊非常深, 在照片中的周迅看起来都更加灵动,没有任何假字,在陈坤面前周迅真的非常放松呢,之前有句话说有一种友谊叫谢娜喝酒,小编觉得有一种友谊,也可以叫陈坤周迅,两个人的感情是真的很好呢,最后也要祝周迅生日快乐啊,和陈坤的友谊长长久久呢。